保受水灾困扰的灯家楼终于雨过天晴 州内各地的积水已经消退 随着最后一个疏散中心甘榜拉清真寺 今天早上十点关闭之后 灯州所有的临时疏散中心都已经关闭 教育局也因此宣布所有的学校 包括受水灾影响的学校明天照常上课 灯州教育局长阿都木一表示 受水灾影响的学校已经完成清理工作 当局也派发了新的桌椅 以及设备给有需要的学校 校方已经准备就绪 让所有的学生如期返校上课 灯州这个月18号爆发严重水灾 超过4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其中61所小学以及13所中学受到影响 学校设施包括桌椅 电脑 教科书等等遭到破坏 水灾期间共有143所学校成为临时疏散中心 谢谢推荐 探索 探索 人民情感 感谢观看